慈荣一线 释迦牟尼 释慈荣五十三线中 唯一以佛陀释迦牟尼结家夫坐姿呈现 主要是表达出观音与佛实无二别 如牵手眼大悲心咒行法就提到 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 现前观世音菩萨 观音慈临及也有 观世音自在菩萨 一明年锁 一明千光眼 此菩萨不可思议微神之力 已于过去无量节中 以做佛境 好正法明如来 大悲愿力 为欲发起一切菩萨 安乐成熟诸众生故 现做菩萨 由此可知观音时于九节前已成佛 然为了原成众生 起大悲愿力而献菩萨香 民间信众 对于观音菩萨也有称观音佛祖 就是对观音与佛 十无二别的最贴切的表现 慈容一现的寄予为 石器家夫座石床 斗尖嫌弃逐天光 几多夜诗茫茫者 那被蒙投在最乡 分别收录在 禅宗宋古莲珠通集 宗建法林 禅林类巨等 此寄予的作者 是诗亦禅师 1107年到1176年 浩水安俗姓马 雾州东阳 金属浙江人 十六岁落法 守身雪峰会照禅师 幼夜东禅月用安国 晚依佛至于西禅 尽得其道 出驻雌亦祭迁树杀 孝宗前道七年 1171 使戒临安府静慈寺 春夕三年 足于家和光孝寺 年七十 魏南月下十六市 丹霞佛至彭安 端玉禅师法寺 游水安一禅师于一卷 收入蓄骨尊素于要卷六 加泰普登陆卷一九 武登会员卷二龄有传